这位老儒母这个胆子可真不小,被这元帅马龙,他把先锋官薛斗和这大将吴琪给放了。 不用说别人,把那个小姐都给吓坏了。 哦,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这放了土耳银一样,这放了就放了可是。老太太听,不愧。 怎么,我看这位吴将军和这位薛公子都不是扯谎的人,他真的给准备了良心吗? 乔乔的开关啰嗦,把这边俩给放回来。放回来,薛刚文报大吃一惊。 这已经是天荒大亮,这早开战犯就要出战了。有人来报,先锋官薛斗回营。 好。怎么回事儿,就跑回来的,这不容易啊。 大家见了,今儿俩来了,近来一见,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 当时薛网的传领生账,把武器吓一跳。 怎么,我们在这儿禀明元帅这番原委经过,生什么账啊? unch流下,蹚蹦,蹲蹲蹲蹲蹲蹲蹲 ... 随着这几通鼓声,我们卸这一下声仗了。 血缸咔哑一下,把胡滩折一爆,大吼一声。 三府 小刀手 把先锋关削斗 绑出原门 斩 临阵收起 这还了得 这下把 藏中所有的将军 呈给吓啥了 怎么这可不得了 这些 因为如此之森严 那是侄儿啊 而且这是 是怎么个侄儿啊 不是就侄儿吗 干嘛还怎么个侄儿 侄儿 许家满门被斩 这要是 说千顷第一颗苗 这一点都不夸张 怎么能忍心就给斩了呢 吴奇 马赛 赶快来说琴 说琴了 不听 怎么不准 再有讲琴 一并推出展室 这时啊 这时啊 约斗是大喊一声冤枉 怎么这不让了 我根本就没收 怎么临阵收起 哎这是 吴奇叔父 给我出的主意 他的话还没说完 吴奇就绷起来 急了啊 行了 要咱把我们一块儿斩了 没有这么办事 就是我们要真把那小姐带回来 或者确实在那时候败了天地成了秦了 这个算林阵收起了 这叫脱身之地你懂不懂 在大帐里啪啪一番话 问的薛刚 压口无言 薛刚一想这事 半个茫庄 众将一看 就赶快给个台阶吧 怎么要不元帅干在那儿啊 姜在那儿 我认识啊 不在路过 而且有功 不能斩首啊 那好 薛刚也不能做检讨啊 这事我太鲁莽了 你看你没听明白 没死也合理合理 推出就斩 这多不带劲就行 推过来 那军令总那么闹 那你尝了 你这还有点微信呢 那那行啊 怎么错了 也就得一错就错了 不管怎么说 脱身体也好 什么也好 你不是英勤了吗 那你说这个事 那怎么办呢 薛斗曾一着急 给挤得出来了 挤得出什么 我要炸这座关口 假英勤不是吗 既然英勤了 我就可以 到这关中去 我就跟那个元帅见个面 我就能把这关取回来 你不是想早日过来关吗 嗯 薛刚点了点头 瞅了瞅无期 你敢担保 马赛一听也过来 不单他担保 我也担保 那好 如果有点什么 闪失差错 把你们两个试问 给你们三天线 能把这关 给我取关 瞧这乐乐 大伙闹得很紧张 这儿紧张 这儿紧张 也没有七川关紧张 怎么回事 元帅要出战呢 出战他还要摆摆谱 摆什么谱 吩咐一声 准备两辆秋车 就把昨天我女儿抓来的这二将 压在秋车里 推到阵前去 我给他来一个精神上的威慑 给对方点压力 看见没有 你手下先锋官和大将 都在我的秋车木笼里待着 这就是你的擒车之界 同时我还得推几辆空车 为什么 今天抓住人 当时我就把他飞到车里去 他升了率账 然后吩咐 把二将给我压上来 压不上来了 二将没来 乳娘来了 这大伙全愣了 怎么回事 关注的文武这么一瞧 这怎么回事 老太太还满面春风呢 给元帅道喜 怎么回事 就把这前前后后经过全说了 大伙一听 这谁敢掺乎 这元帅加入事 一个个问题全打了头了 没人言语了 就就就 用眼睛瞧瞧瞧标着老帅 看您怎么办 差点啊 把这元帅给气得倒影 你说跟这老太太怎么发威 怎么发威 把他吞出斩首 这老太太还不含糊 怎么斩首了我 我也心甘情愿 这女儿 就这位小姐 有了依靠 随死不愿 这元帅看出来 气得他 一劲直拍这胡胆 吩咐一声 把精灵给我绑上来 这小姐找谁弱谁了 哎 吴阳这么一听 怎么能绑小姐 怎么这是我 这做的主 哎 她是我 奶大了的 抱大了的 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吗 嫁子找主 明正言顺 男的当婚 你敢当嫁 你身为元帅 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 坏了 气得 马龙大喊一声 咚咚咚 散张 散张啊 别别别怒在这 站着 参观车干什么 把这文武全给轰出去了 轰出去之后 这老头气得 怒法冲冠啊 逼了这宝剑啊 到后边来找女儿来 也不是谁给这小姐 出了个主意 说您躲避躲避吧 怎么个躲避法子呢 只剥小包偷跑 你这也不合适啊 你怎么着 您就去操练人马 元帅一看 您操练人马 是为了互助关口 这就没事了 小姐一清酒里 被偷话了 顶盔灌甲 提刀上马 去操练人马去 元帅到这扑空了 气得当然白宝剑人 吩咐一身 给我背马 他白马 也背了 然后老头提刀上廊 追女儿来 小姐身边的那些哥 压魂磨腹 又给出了个主意 算什么 怎么这元帅的火气太大了 看来这事不得好外 乳娘她的人家 也骑虎难下 也别挤着这老太太 也别让这老元帅 着急上火了 那么大岁数 怎么办 干脆您开关讨战 既得了 假意讨战 您倒两军镇钱了 这就没得说了 小姐现在也蒙了 那好 胭脂有理 是带领这人马 帅领这女兵 杀出关去 老头一听 谁让你出关去了 带我将她追回来 催马追着关外 来到关口外 没跟人家喜欢抗打 这样俩打上了 不容分说 催马上前 举刀就劈 姑娘这不能还手啊 怎么这是父亲啊 这怎么能够还手呢 这赶忙急驾相还 爹爹您容 容我跟您说一说呀 怎么这个世界 这到底怎么回事 您这么大的火气 你休得多说 这左一刀右一刀 我吼 爷儿俩二马盆魂 就在这边打起来 探马抱进了大营 把靴刚给他唬糊涂了 怎么在这 怎么 妇女官前大战 这因为什么呀这是 武器马赛一瞧 你别装糊涂了 爷儿帅 因为什么 一个先从关呗 准是这么这样的事 我说 那这便如何是好 姐这个灵灯啊 还得找着季灵灯这人 让先从关去如此这般 不管怎么说 咱先把这小姐收起 至于做不做先行的妻子 然后再说 能够啊 能够啊 让小姐协助咱们 先把这关给他破了 有什么话再说 言之有理 武器就跟薛斗嘀咕 你必须如此这般 孩子你是个名为人 你得把这事情弄清楚 薛斗一听 这不太合适啊 这不太合适啊 这这么做 这好吗 这个害致 这叫一记 叫离间记啊 三十六记 你学我没有 谁跟谁啊 只要我们能得官过去 早点回奔房舟 这就是 就齐了 咱就胜利了 咱就 薛斗一听啊 言之有理啊 对啊 这是一记啊 催马摇枪 杀着阵上 他大吼一声啊 老将军且住手 怎么 你这是干什么 修得欺压 这位小姐 你这欺负的不行 怎么 那我未婚妻 你随便欺负不行 马到跟前 白马龙给欺君了 怎么 我们这儿妇女在交丑 你算干什么呢 你不是那噱头吗 跟着掺和什么 掺和什么 小姐无罪 再设想 你这是何必 你还不如你女儿呢 深明大义 你女儿啊 说的头头是道 你们再给谁把关 就镇守这座关口 挡住我们的天兵 老头一听 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 怎么 你们成了天兵了 你们是反叛 你这都不知道 甭说那些了 我劝你 赶快现关投降 留你一条活命 愿意在这镇守 继续守着 不愿意这首可以到 我家大帅薛刚 掌前 听用 来告老魂乡 也可以 带我呀 保住我家大帅 先回奔 房州 面见如临王 然后 举兵朝长安 等回长朝之后 我再来 迎娶 小姐过门 呸 老头一听哪 跟哪啊 这是 你看刀 举刀就劈 薛斗一看 好 让你三招 咱们岳父老太山嘛 让三招 没还手 三招让过去 他啪 没听到密合 马龙 你喝 老头一听马龙眼里叫的 要是再过来 就怪你家 新风观的 天下 不停 说了 唰 这不就被弹起来了 嘶嘶嘶嘶 在这五彩战区 薛斗上把枪 杠了高 老头这些 这不斗刺吗 这不是 吹马 击刀 这人俩就这大声 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 薛斗 搏马 败走 把龙元帅 吹马 扬刀 在后边就追 薛斗的 回马 枪可厉害 那简直说 在两军阵前 去上将 首级无数 就是回马枪 薛斗一想 其实是不是这枪 是这枪 这老头有点冤枉 其实呢 这弄假成真 谁也没有这么大的事 我瞅这姑娘这意思啊 也是 迟疑不定 也不是说真心实意 说非得 非我不许 非我不下 也不是 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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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姑娘 挺规御 哎 是一文 这个 上将军之女 挺够分 那你说你这老头算怎么回事呢 另外 无冤无仇 我何必抢我的条子 他跑着跑着一回头 马龙 你要紧追不舍的话 求心你的手机 马龙听见没听 听见 马龙一想 你有那么大本事 你跑什么呀 啊 要不因为你 我父女还不能翻脸呢 那我非把你杀了不可 杀你之后 我女儿也没什么惦记 干脆咱们就算了 我好继续守官 娃娃 你以后本领你别跑 别走一听 我这跑吗这是 我这是诈败 你知道不知道 要跑了一段路 你要是再追我 马龙 我可要用 回马枪 既然就是我学家的绝命枪 你可要消失点 打 他把枪望挺 两个枪灯一横 横腔的回头瞅他 这几句话 马走一团风 顺着风啊 马龙听得清清楚楚 马龙一想 吓死谁呀 你要真会呢 绝命回马枪了 你也早就死吧 别气候 你干嘛 这么玩 那你跑啊 拿命来吧 越追越近 这个姑娘可紧张 怎么 把被禅国这么一看 坏了 这个学长要下毒手 不然他紧张 无情马战 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 不行 咱俩得过去 怎么咱要不过去 说不定这孩子心回手狠 再给吓得绝手 这可就麻烦了 等他们想到这儿的时候 那儿已经快追上了 轰轰一下 把他们打个刀抵起来 带着一股智风 就劈下去 力劈划山 学长听听这风声 他刹是左脚这么一踹凳 用腿一散干死 可得干一点这肺股 他这马丢这么一把水 正好 这马就转过来 抖着水枪 砍枪 学长的意思 我吓唬吓唬你老头 你一定三次提醒啊 这枪 他就跌过去 好 顺着这护心导性 旁边这么 炸 枪挑了 马上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感谢观看